2020年10月29日是成立《警星直播》的日子 時至今日,《警星直播》已經一周年了 過往我們有《警識劇場》、《深有所信》、《主場ING》、《101》等精深的傑作 究竟我們一班警察是怎樣營運這個節目的呢?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同市民的互動 因此就進行《警星直播》這個新的節目 令市民更加清楚我們的工作 從而對我們更加信任和支持 亦都希望在過程中將一些防罪滅罪 和道路安全的信息帶給市民 保障到他們的福祉 力從地起、創意、靈感、又從何起 看看現在試試電聽人聽才聞 留意身邊的市民 很多不同的砌圖 砌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個我們出道的《警星直播》的作品 改完又再改、試完又再試 扮鬼又扮馬、微博觀眾一笑 讀稿的時間我們都要模仿那個人去做這些動作 在那段時間 你剛才好似喔 真的OK喔 所以通常我們就會 這樣就不如不如你做 一個信念 堅持 堅持 再堅持 我們這裏就好像一個補得商屋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專長 寫稿、美子、母子、導演、服裝、燈光、收音、攝影 主持當然不少得 看得、作得、又演得 大家知道直播和錄播其實分別得很大 每一集其實是直播來的 所以其實每一集都是很緊張 其實最大的難題其實都真的 但是作過都不是太容易的 因為其實靈感不是真的事事都有的 每一集的題材 就會決定那一集在哪裡去做直播 那我們也要安排直播的地點 去邀請一些相關的部隊 嘉賓去我們節目那裏 直播事前準備多 今次輪到哪一個 好 一間直播的地點 就是政府飛行服務隊的停機庫 那裏我們去看看環境 那你見到我後面 我們今晚就會在這個位置去直播 現在Brandon就和我們今晚的嘉賓在這裡合作 其實整個警星直播 我們會多數兩支鏡 我們會有不同的收音、mixer、打燈 配合不同的環境 我們會有不同的設定 1、2、4 大家好 歡迎收看警星直播 想頭多 行程多 工作多 觀眾 當然希望更加多 開頭那幾集 因為其實大家都不知道這個節目是什麼 其實主要就是希望可以讓大眾 會知道更多我們的警務知識 很用心地去做 發放一個正能量給公眾 我們都會繼續天使 我們很努力去做警星直播 其實只要有一個市民 可以見到我們的警務資訊 或者是可以透過資訊 可以幫得到他們的話 我們都已經覺得很心滿意足了 OK,Good Tech 一週年專訪搞定,收工 我常常真的還沒說 就讓我說一句吧 未來大家繼續支持警星直播 拜拜 一周